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是中国人民比较熟悉的老对手 他在任总统期间 把几代人建立的良好中非关系搞得一塌糊糊 两国差跌到了兵戎相间的地步 当然 我们也要感谢这位美国的忠实马前卒 要不是他主动挑起南海争端 我们如何能名正言顺地展开填海造岛工程 如何能实现黄年岛的实际控制呢 这位顽固子弟下台后 中非关系很快就实现了逆转 如今使之马开花节节高 可不幸的是 当阿基诺三世的新闻再次出现在人们的事业时 确实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而且还将面临牢狱之灾 去年底 菲律宾反腐机构 政府调查官办公室 向菲律宾反腐败法庭对阿基诺三世提起公诉 并要求所有国际港口的移民官员监视他和他的一些内阁成员 不允许他们离境 一旦罪名成立将面临6至15年的刑期 新华社1月26日再次发布消息称 菲律宾司法部副部长25日向最高法院提出公诉 要求以涉嫌过失杀人罪涉利阿基诺三世 而不是贪腐罪名 因为在他任职总统期间 循司请导致44名特警被恐怖分子不羁死亡 调查显示 阿基诺三世为了给涉贪被停职的警察总长普里希玛洗脱罪名 要过了其他相关官员 赶破了正常的指挥程序 只允许普里希玛等少数官员策划该反恐行动 违反了菲律宾、反贪污和腐败行动法 即便在普里希玛辞职时 阿基诺还在电视讲话中称普里希玛是他多年好友 同意他辞职让自己感到痛苦 而这个月薪值有2000多美元的普里希玛 却坐拥四套独栋房产、一处公寓、五辆汽车、一家破运公司和一处养鸡厂等来路不明的财产 作为菲律宾的国家领导人 阿基诺却将亦以私情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包庇和纵容腐败分子 却对因自己的失误造成44名无辜特警死亡无动于衷 表现得十分冷漠、残酷 这让菲律宾人十分愤怒 2015年1月29日 遇害特警的遗体被运回首都马尼拉 原定出席迎接仪式的阿基诺三世没有露面 而是去了日本三菱汽车工厂的启用典礼 出席警方为遇害烈士举办的葬礼及追资会时 阿基诺三世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而在追资会上 阿基诺双手交叉抱胸、面无表情 根本不像是来挨到烈士 更像是工作视察 别说菲律宾人 就连作者写到这里都未有这样的同类感到羞耻 杜特尔特上台后 发誓要为阵亡的特警讨回公岛 此前 政府调查官办公室使腐败和篡夺职权 发起公诉 杜特尔特称仅追逐这两项罪名实在是愚蠢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政府向最高法院申请以鲁莽行为 制止多人死亡为罪名指控阿基诺三世 如果这个罪名一旦成立 现年58岁的阿基诺三世恐怕将把劳迪坐穿 进入监狱后 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的警察们会怎样对待他 谁都不好说了 带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